大家好,今天我们用山药和红枣来做馒头 首先准备两根山药清洗干净刮去外皮 然后切成小段,上锅蒸熟 准备适量红枣清洗干净 先用剪刀剪成小块 再用刀切碎 装入碗中,备用 这个是蒸好的山药,把它倒入一个大碗中 趁热倒成泥 山药泥比较干 我们在250克山药泥中加入约100毫升牛奶 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样的粘稠度 然后加入3克酵母 一勺白糖 搅拌均匀 再加入约260克面粉,搅拌成絮状 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揉好以后不用醒发 用擀面杖 用擀面杖稍微擀一下 然后放入红枣 揉均匀 揉均匀 揉匀以后,擀成一张大圆饼,厚度约1厘米 表面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然后找一大一小两个瓶盖 先用大的盖子压出小饼 再用小的瓶盖在中间压一下 这样一个甜甜圈馒头就完成了 把剩余的面片揉到一起 重复上个步骤 全部做好以后 白入蒸屉中 温水上锅,开始醒发 醒发的过程中要勤观察 因为底部靠近热水 醒发的会更快一些 所以醒发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交换一下笼屉 全部醒发到原来的1.5倍大 开火,水开即时蒸10分钟 焖5分钟,出锅 这样我们的甜甜圈馒头就完成了 加入了山药,松软易消化 还有红枣的香甜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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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